大家好,我是马丁 今天的影片中我要展示如何使用双氧水和盐酸来精炼黄金 这是我要用来提炼的材料 是一杯含有杂质的海绵精 我将使用3%浓度的药用双氧水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更浓的工业用双氧水 使用这两种炼金药剂时需要将其加热 否则效率会非常低 首先我加入了大约30毫升的盐酸 然后等待盐酸温度升高 当烧杯变得烫熟时 我加入了2毫升的双氧水 盐酸立刻产生了泡泡 双氧水会将盐酸分解成水与氯气 当氯气在水中遇到黄金时 会形成能够溶于水的氯金酸 由于过程中会产生氯气 所以建议大家带好防护的装备 最后在烧杯底部还有一小块顽固的海绵金 我使用搅拌棒将它们打散 它们随即溶解在盐酸中 当含金容易冷却后 它看起来像橘子口味的芬达 它看起来像橘子口味的芬达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